歡迎回來新聞大白話 我們帶你來看到 是現在美國的總統大選 如火如土 但是我們看到在這之前 這個以色列跟哈馬斯的衝突 很難解 因為最新加上的停火談判 已經告了一段落了 問題是沒有得到一個 比較明確的結果 所以美國埃及卡達 就發了聯合聲明說 已經向以色列和哈馬斯 提出一個新的協議了 那當然希望說 他們能夠配合這樣子的協議 那以他的停火 接下來繼續還要再談 接下來拜登會派國務卿 訪問以色列 就說在8月19號的時候 也會和以色列總理 納坦雅胡見面 而且就說現在 在這個停火談判 到底是卡在哪 大家都很想要問 哈馬斯就說缺席 為什麼呢 他說是因為收到很多於關於 以他停火談判結果的簡報 他們認為說跟7月2號所達成的協議 不相符喔 所以是不是就剪指說 是以色列在刁難這個停火的問題喔 才會導致現在整個協議又卡關了 那美國就警告啦 說你們現在再不聽我們的話 如果不配合的話 接下來伊朗恐怕呢 還會用奇襲來報復喔 至少目前為止對於這樣的停火談判 美國說現在還是抱持著樂觀的態度喔 那傳出的是什麼呢 就是哈馬斯原本已經要同意了 但是以色列一直加條件 一直加條件了 所以現在就沒辦法了 好 那以色列的安全官員就說呢 未來可能會怎麼樣來發展呢 很可能沒有辦法停火的話 那伊朗不是說要報復嗎 這個報復的方式呢 就是暗殺以色列的高級官員 那就是等於說 我不是真正的跟你打起來 但是呢至少喔 我還是有實施報復喔 也是呢針對 因為之前以色列不是被指控 暗殺他們的官員嗎 所以就說伊朗和尼巴嫩真主黨 對於這樣的報復行動呢 可能就會用這樣的形式出現的 不是發射導彈 也不是派遣無人機喔 但問題是這樣子的話 到底你能不能接受 還要不要反擊呢 好 那現在呢 在這個美國自己政壇啊 大選啊也是喔 不斷的出現狀況喔 我們看到最新呢 川普呢 又是在一個演說上喔 本來還乖乖的 按照幕僚給他的內容喔 但是呢又不小心脫稿了 因為他又開始炮轟賀錦利了 甚至也提到台灣 他的說法是什麼呢 他說 中國很有可能會有炸彈飛到台灣 怎麼回事帶你來聽 好 可以看到川普的脫稿演出喔 CNN就有記者說 只要你看到川普開始接受QA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他已經失去了克制力了 好 那川普在記者會上呢 做出了20項的陳述喔 結果就會被指說 CNN一一事實查核糾正他 這是虛假的言論 首先第一項的指控就是 副總統賀錦麗對加州一項說有 允許人們搶劫的商店這樣的政策喔 那現在CNN也說這是虛假的 好 不管如何 接下來呢 兩個人將要來辯論喔 賭盤現在就開始壓啦 到底誰會獲勝呢 就看起來呢 是看他們認為賀錦麗的贏面比較大喔 賀錦麗的競選團隊呢 就說如果川普9月10號參加了辯論的話 兩個人的搭檔呢 如果也在10月1號參加辯論 那美國民眾呢 就有機會看到賀錦麗和川普 10月份在戰上辯論台喔 那根據民調網站的最新數據就顯示說 多數的民眾認為說 賀錦麗比較有機會可以入主白宮喔 一個人是53% 川普是45% 好 但不管如何呢 川普現在呢怎麼辦呢 他的策略呢 也打出了這個抗中牌喔 好 所以共和黨議員呢 甚至還說要求FBI跟國防部來調查 華茲和中國是不是有任何的關係喔 好 可是他就說啊 卡莫就提到說 美國人應該要深感擔憂是什麼 賀錦麗搭檔的華茲呢 和中國有長期友好的關係喔 所以呢 美國人民有權利應該要了解 他和中國的關係有多深 可是話是這樣說喔 你不是說有些威脅嗎 有些國安上的疑慮嗎 可是呢 為了選舉喔 真的是都做得出來 因為包含川普呢 自己也加入了抖音喔 外媒就指出說 全美啊 現在有將近4100萬的年輕選票 他們是總投票人口有兩成左右 也是卓歐這個總統大選勝負的關鍵之一喔 所以為了要吸引這些年輕選民啊 包含川普賀錦麗都是在抖音上推出了各式各樣的影片喔 那抖音呢自己呢在美國打官司喔 現在怎麼樣呢 就說他向美國聯邦上訴法院提出了上訴 要求推翻美國的禁止令喔 那美國司法部呢就說 他指出說美國司法部是錯誤陳述了他們和中國的關係 所以希望法院能夠還給他們一個清白喔 好那抖音內容呢推薦引擎啊和用戶資料啊 儲存在美國的甲骨文營運的雲端一個伺服器上喔 所以就說這是一個影響美國用戶的內容審核決策喔 他就指控說美國是不時的把抖音說成是隸屬於中國 好我們先請教楊老師喔 怎麼看說喔 這個接下來當然繼續要來談判嘛 以哈的停火談判繼續喔 但是真的有像美國覺得這麼樂觀嗎 當然沒有了 本來8月15號在卡達 多哈卡達的這個談判 布林肯要親自來的 但是因為哈馬斯拒絕參加 他的領袖在德黑蘭被以色列給刺殺 然後選出了一個比較強硬的新瓦 拒絕參加 為什麼呢 因為他就要求你要立即停火 最少要照拜登那個時候講的三階段 三階段什麼意思 其實就是說暫停停火 釋放部分人質 永久停火全部的釋放人質 然後重建加薩 可是這個講跟沒有講一樣 對不對 而且暫停停火之後 怎麼樣走向全面停火 對不起 上個禮拜 以色列還轟炸一間學校 造成100個人死亡 而這兩天 以色列又對中部的加薩地區轟炸 造成15個人死亡 這裡面都有一半以上的兒童 現在有4萬人 4萬人死亡了 從10月7號到現在 他們不是人命 而一半以上是兒童跟婦孺 是不是 所以現在加薩的停火 那以色列不願意停 然後他就新加條件 美國不敢對以色列施壓 他就信用禁施 而且現在倒過來 拿伊朗來做一個藉口 你如果不接受這個停火 台灣伊朗可能會攻擊以色列 我覺得奇怪了 這個伊朗攻不攻擊以色列 會聽美國的 而且以色列停不停火 其實誰才真有影響力 除了他們自己的決定之外 當然就是美國 是不是 現在你就看到這些 不斷的更多的死亡發生 而且進入到醫院 學校 因為其實大部分的戰爭 已經結束了 但以色列最後還是想把那些 關鍵的這些哈馬斯的成員 他覺得哈馬斯的成員 都躲在這些學校跟醫院 是有可能性 但你就不過一切的炸下去 一半以上是兒童 是不是 你的一個親屬被殺 你就跑到這個兇手的家裡面 把他的父母親 妻子 兒女 通通殺死 這個叫做合法自衛反擊嗎 這個叫做屠殺報復吧 對不對 我們再講到賀錦麗 賀錦麗這幾天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 蜜月效應 真的是 因為他突然 本來拜登跟川普 本來拜登的年紀 變成民主黨人心中 那個很沉重的石頭 結果一換成賀錦麗59歲 就變成川普是個老太隆忠 而且不斷的在那邊 就是不斷那邊抱怨 對不對 那賀錦麗就展現正能量 那他又有特殊的 比較就是代表民主黨 主流的這個背景 然後他選了一個 跟他就是說 還滿搭配的這個華資 所以現在是一個 應該是說蜜月的這種效應 但是等到你談到政策的時候 我就講一個東西了 他今天最近講了 他說他這四年要蓋三百套房屋 要提供首購屋 兩萬五千塊美元的補助 要通過法律禁止所有的 這個物價哄台 因為我覺得很像台灣的選舉了 都是很民粹的東西 以上 所以當然就是大家說 勝負還很難定 來 嚴老師怎麼看這個 當然川普持續的攻擊 克己力 但是民調上好像效果不一定 不是 因為我覺得川普 本來是躺著選 結果忽然對方換了人上台 他覺得不公平 覺得我本來已經準備好 所以要對這個假話 資料都拿不出來了 結果現在怎麼搞 換了一個年輕的 他整個策略什麼 你早該就要做準備 因為他本來大概就持贏保態 覺得說反正拜登就自己 不可能退 拜登不是 第一個就是 已經是講話 氣落油絲了 然後沒事找不到方向下台 所以都覺得說 只要有他在 你就一定可以選上 結果沒想到換了賀錦麗 然後整個的氛圍就改變了 我只提一個數據 他們你知道美國不是辯論的時候 很喜歡找一堆人 在旁邊看辯論 說這批人是還沒有做決定的 那這批人看完他們辯論之後 就會問他說 你看完辯論之後 有沒有改變你 想要投誰 就是他們說 那都要找樣本嗎 找不到二三十歲的女性 就是二十三歲的女性 全部都已經做好決定了 就大概如果他們 我也不用看辯論了 他們也不必看辯論了 那這一點就是 我一聽這個數據 我覺得對共和黨比較不利 因為可能這些都是養貓的單身女 那就是等於對共和黨蠻失望 而且還有墮胎的議題等等 所以這個賀錦麗現在上來 我覺得他大概會一直維持 現在這個領先到9月10號的辯論 那辯論的時候就要看他的表現了 但川普的狀況就是比較麻煩 是因為他就是一個自走炮 常常會隨時你看 他每次看到群眾他會說 我已經答應說我要比較有禮貌一點 但是你們可不可以讓我表演有那麼禮貌 我想罵人 他們說好 底下群眾就開始說好 他就開始罵人了 所以他這個控制不住自己 就是沒有那種總統的風範 我覺得大家都覺得你已經年紀這麼大了 也做過總統 應該可以稍微展現出一些 這個政治家的 沒有 他認為他這樣子是他的基本盤喜歡的 可是問題是 難擴展 你很難擴展 中間選民 特別是年輕的選民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他好不容易拉了一點年輕選民 可是我們都知道 只要有大學教育程度的 大概都是主要全部都投民主黨 這一點我覺得他這個 選民的範圍實在是太小 對他是非常不利的 要爭取這年輕的選民 來賓哥怎麼看川普加入抖音 但是口弦體正直的感覺 川普其實很愛用統一 雖然他幾年前曾經反對過 後來他自己有抖音帳號 他發覺效果很好 很多人會從抖音上看到他 所以他現在是抖音愛用者 這個是很正常的 可是川普現在 他會覺得很奇怪 他為什麼會落後 當然跟剛剛楊老師也提到 也就是賀錦麗有一個蜜月期 存在這個地方 大家畢竟過去對拜登那麼 那種老太隆重的樣子很失望 現在看起來 換上一個比較年輕的 又給民主黨支持者 帶來一些希望 再加上川普常常會出現一些 奇言怪論 像他剛剛我們放的那段影片 他根本就是在胡說八道 聽不懂他的邏輯 沒有他的邏輯其實很單純 就是只要我川普上台 什麼事情都搞得定 我沒上台就什麼事情都搞不定 班上就是川普這樣 對 基本上就是這樣 就跟 這就是一個選舉口號 就跟當年民眾黨不是什麼 什麼的選擇 柯文哲 就是說基本上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覺得他的話 基本上也只是對他的知識者講 可是問題來了 關鍵的9月10號辯論 他到底有沒有辦法 能夠扭轉局勢 我覺得這個就變得非常重要 也就是如果說 他在9月10號辯論的時候 因為那個到目前為止 賀錦麗沒有接受過記者訪問 他現在預計說 他對外界講說 他8月底可能會接受記者訪問 那會不會就這樣子排 我不曉得 而且他接受記者訪問的時候 這個考驗才開始 也就是他的證件 相關的東西 到底他的主張是什麼 民眾才會知道 賀錦麗才會面對真實的考驗 然後9月10號 他有沒有辦法過川普這一關 如果9月10號那次他表現不錯 他可能會一路領先 到底也有可能 但是問題是如果他表現不佳 或是讓人家覺得 他有一些政策是比較荒唐的 那他可能制度就開始 呈現往下修 那當然川普要栽贓 我覺得也要好看一點 像他現在 共和黨是鋪天蓋地 一直講說 林元購就是賀錦麗幹 可是實際上根本不是 他當時是檢察官 他怎麼去弄這個東西 可是問題是 這也是民主黨當時的主張 所以我覺得 這是民主黨自己本身 要去面對這樣的東西 那至於加薩走廊的問題 老實講如果一般正常的戰爭 其實加薩走廊戰爭早就結束 因為已經打成這樣 還有什麼好打 實際上就是在以色列控制當中 但是以色列現在就是 不願意把戰爭停下來 他的目標是要殺光所有的哈馬斯 可是問題是 以色列如果你真的要殺光 所有的哈馬斯的話 你要不要在你以色列國境內找 你以色列境內也有 你要不要也用同樣的招數 這個社區裡頭有個哈馬斯 所以我就把整個社區炸 你敢對你自己 以色列內部這樣做嗎 你也不會這樣做 所以以色列現在就是要靠這個戰爭 維持納坦亞胡的政權 所以這個談判一開始 我就認為不會有什麼結果 因為以色列只是給 目標不一樣 只是給美國的面子來談而已 然後就不斷的加條件 我就是不會贊成這個停火談判 所以我個人對這個 未來是非常的悲觀 更多的國際內容 等一下馬上回來 就不斷的了 我跟我羨子來講 請我保留 我看到他